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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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广福田 虚平心地 若想要广众能生福报的福田 必须要有一颗清净无染的心 林达是位建州人士 在乡里 他时常利用不正当的手段 来欺骗侵占别人的财产 不错不错 你不可以这样 这明明是我的 少啰嗦 这本来就是我的 要不然 怎么会在我手里呢 嘿嘿嘿 可是 当初又不是这样讲的 当初是当初 当初是当初 现在是现在 不可以相提并论 你 你 你怎么不讲理啊 讲理 东西在我手里就是事实 你奈我何 天理何在 有一天 林达听到有人把父亲埋葬在乡里 公认风水最好的地方 林达知道之后 就想要拥有那块福地 于是 就私下 偽造了一份地契 又跑去找人理论 并且说道 这一块福地 是我很早就买了 你们不可以将你家人葬于此地 快给我迁走 事后便强行的把自己父亲的骨灰 迁移了进去 事过数年 林达还是依然欺悟 轻占乡民的财物 哈哈哈哈哈哈 在一天夜里 林达入睡之后 就梦见了自己父亲 父亲一脸忧愁的神情对着他说 哎呀 林达 所谓要有能生福报的福地 必须先要有一颗清净无忍的心才可以啊 并不是在于祖先风水上的好坏来做决定的 天底下哪会有七五乡民 偽造文书 侵夺他人的财物 目的等等 而能够享受福报的道理啊 哎呀 林达 你的所作所为 都是违反天理 背道而行 这将是造成你绝后的因缘啊 哎呀 后来 林达和他家人 果真一一的因病而相继的去世了 做种种之因工 做种种之因工 常行有益于人的善事 常做不为人知的功德 在以前 宋朝有一位名叫杨巡的人 他在奎州当推官 杨巡为人正直守法 平时也都默默的在行持善事 凤驰太上感应篇 行十种利益人民的事情 已有数十年 有一天 杨巡梦见了一位天神 来告诉他 杨巡 你平时凤驰善行 累积因德 长计不断 你所奉行天地有感 日后 你的儿子必定显贵 当杨巡醒来之后 也没有理会 依旧行持善事 奉公守法 一直到有一年的电视 杨巡的儿子也去参加考试 结果 杨巡的儿子 在这次电视里名列第一 数日后 有人来请教杨巡 您 您为何会有如此的大福报呢 杨巡回答说 我为官已有四十余年了 家里并没有什么财产 仅仅保留了三个袋子而已 第一个袋子 内有九十九文大钱 每当审案时 只要能为罪犯平反冤情 把死罪 建为留罪 我就会投一个大钱 入袋子里 而第二个袋子 装有四十余文字样钱 如果能够为罪犯 把留罪建为账罪 我便会投一个次样钱 入袋子 假如又能够把账罪 量齐轻 而当场释放的话 就投一小钱 入第三个袋子里 由于杨巡平日行善积德 奉行太上感应篇 行十种利人的事 所以他的儿子能夺大奎 只有他平日奉公积善所致啊 终于积善于岳的物园子 还有其他人的肌肉 但不准了师傅 不准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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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烈予自己的夺影 来对待世上的万物 从前有一位叫博之珍的人 家住河南 为人人后 常年修身养性 在平时 它都会以慈悲的心怀 来对待世间上的万物 无论是飞禽走兽 或是虫子 蚂蚁 也都会受到它的照顾 由于博之珍 慈悲对待万物的缘故 所以有一些动物 就成为它家的常客呢 吃饭时间到了 吃饭时间到了 我们赶快去博家吧 好吧 每天一道吃饭的时间 小鸟儿们总是快快乐乐 成群结队地飞到国家做客 若是遇到了冬天下雪的时候 大地覆盖上一层白茫茫的雪 而鸟儿们不容易找到食物吃 博之珍担心鸟儿们挨饿受冻 于是就在自家门口前 清理出一块空地 并且撒下了一些碎米粮 好让鸟儿们着实 以免受冻挨饿 鸟儿们受到博之珍细心的照顾 也都无忧无虑 快快乐乐互相争食呢 而博之珍每次看见鸟儿们快乐地着实 它的内心总是感到十分的欣慰 有一年盗贼四起到处抢夺民家 乡民们为了逃避盗贼抢夺 也都纷纷地自处躲藏 当盗贼来到了博之珍的住处 突然看见成千上万的鸟儿 聚集在博家的屋子外面 这家已经无人住了 我们到别家去吧 走 不是 走 盗贼的首领看见此状 就认定这是一间无人居住的房子 也就离开了 在众鸟儿帮助下 博之珍一家二十余口 也都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一次的灾难 这也证明了 博之珍平日都以慈悲心来对待万物 当他有危难时 也都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难 丽人 以同理心行一切 有益于人的善行 在宜兴这个地方 有一位名叫少林府的人 他精明能干 处事条理 在平时就会拿一些古物 积存起来 以为不时之需 数年后 少林府所积存的古物 已有数千代 有一年 村子里遇到了饥荒 古物的收成 不够供应乡里的所需 这时候就有商人 来劝少林府 叫他把古物拿出来卖钱 商人说 我说 少大爷 您存有这么多的道骨 何不利用这次的荒年 来好好的捞他一笔呢 少大爷 若有意愿的话 不如我们就 赵大爷 我再考虑考虑 好好好 我等您的消息 我等您的消息 那就请赵大爷先回去吧 好好好 商人走后 少林府想了一想 他认为 利用荒年 台价卖古 这是趁人之为 而且 也只能利益自己而已 所以 所以少林府 也就没接受了 有一天 又有人来劝少林府 把这些古物 拿出来 湿州赈灾 帮助穷人 但他却认为 这时候把米粮 拿出来湿州赈灾 这只是利用荒年 欠收的时候 在大家日子 都不好过的时间里 表现出 自己是为大善人 受人尊敬 这样的行为 他也不赞成 后来 少林府决定 要把积存的古物 当作是雇用工人 整修道路 以及疏通水道的薪资 消息传出之后 当地的居民们 亦知道消息 也都争相前来受雇 而且居民们 也因为有了工作 可换取米粮 而生存了下来 在这次修护的工程里 总共修护了 四十多里的道路 也疏通了 八十多里的水道 少林府先生 也都能以同理心 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常行一切 有益于人的善行 而少公林府先生 也活到了九十多岁 他的子孙 因为他的德行之故 也都陆续地金榜提名 修善 一言一言一行 并弃于理 一观心念 勤修善业 宋朝有位赵康靖先生 曾经利用黑豆 白豆 和瓶子 来训练自己的修心锻炼 于是 赵康靖 他就在桌子上 放了两个瓶子 每当自己内心 起了一个善的 好念头 就将一颗白豆 投入白色的瓶子里 如果起了一个饿的 不好的念头 就将一颗黑豆 投入另一个黑色的瓶子里 刚开始的时候 黑色的瓶子里 装满了许许多多的黑豆 这就表示 自己常常起不好的念头 赵康靖看了看 并没有灰心 因为他知道 凡事都要有恒心 才能成功的 于是赵康靖 也就时常自我警惕 自我反省 日子一久 修行的功夫 也慢慢地得力了 黑色的瓶子里 所装的黑豆子 也慢慢地 越来越少了 后来 连白色的瓶子里的白豆子 也变少了 赵康靖 又更加地用功 到最后 赵康靖 再也不需要 用瓶子和豆子 来帮忙做记录了 因为 他已经没有了 恶的念头 连善的念头 也都不存在了 而进入了 不思善 不思恶 心无杂念的境界了 修复 修复 请修善业 必能增福 若能气力 福会双修 广西有位先生 姓丁 名叫光昌 他的家里 非常的有钱 但他的生活 一点都不奢侈 仍然是 粗茶淡饭的过生活 他的妻子 对他有所怨言 常常跟他抱怨说 我们家里的财产这么多 但你却不知道享受 那么 要这些财产 做什么用呢 丁光昌先生 听完了妻子的话后 就回答他说 我常看到世间上 有许许多多贫困的人 每天都为了三餐 而在忙碌着 也没办法 有个自己的家 自己的事业 所以 我们应该在平常的时候 就要养成习福 节俭的习惯 尽量把多余的钱财 先拿来照顾自己的亲人 然后 再把多余的钱财 不失给乡里的村人 到现在 我心中还一直挂念着这些事啊 他的妻子 听完了丁光昌先生的话后 才恍然大悟 知道光昌先生 为什么要如此的习福 从此之后 他的妻子 也跟光昌先生一样 念念都在为别人着想 过着清淡樸实的生活 后来 丁光昌先生家里 子孙满堂 在地方上成了有名望的人家 他的子孙 也都因为丁先生的关系 不管是在哪个行业里 也都能有很出色的表现呢 正直 带天行画 以正直无邪的胸怀 教化众生 去恶行善 在古代 有位为人正直的先生 名叫王烈 王烈先生 他不但待人宽厚 处事公正 也非常会善用时机 来引导人们改过向善 所以乡民们 对于王烈先生 都十分赞扬 十分的尊敬 有一天 村子里 有个人偷了一头牛 而被牛的主人 当场逮住了 偷牛的贼 被主人接到后 便马上下跪 跟牛主人道歉 并且恳求原谅 还再三地请求牛主人 不要把这件事 告诉王烈先生 牛主人看见偷牛的贼 如此地诚心 也就原谅他了 经过一段时间后 这件事情 还是被王烈先生知道了 王烈先生知道事后 就派人拿一块布 送给那位偷牛贼 让他贴补家用 事后 有人就好奇地 问着王烈先生 为什么要送布 给偷牛贼呢 王烈先生回答说 一个人 如果做错了事 却怕我知道 这就表示 他还有廉耻心 惭愧心 所以 我送他一块布 是要劝勉他 从今以后 不可再犯错 而要能够改过自新 好好的做人 后来 有一位老先生 在街上遗失了一把剑 刚好被一位路人捡到了 路人捡到了剑以后 就守在原来的地方 等待着遗失剑的主人来认领 一直等到那天傍晚 才等到那位遗失剑的老人 前来认领 于是 他就把剑归还给老人 老人连忙向石剑的路人 道谢着 而这位实践不昧的路人 正是先前的那位偷牛贼 因为受到王烈先生的教化 也使得偷牛贼 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并且成为一位诚实的人 为人要以笑为心 尽心行迟 天地尽知 明朝年间 有位孝子叫做成荣 他的母亲 两颗眼睛都看不见了 成荣就四处寻找名医 来为母亲治病 经过了十年的时间 所寻找的医生 仍然无法治好 他母亲的眼睛 有一天 成荣书忽然忽然听到有人说 只要每天用舌头舔 失明的双眼 就可以把失明眼睛治好 于是成荣 每天都用舌头舔母亲的双眼 过了不久 他母亲的双眼 终于看得见了 母子俩也都非常的高兴 又有一次 邻居不小心 引起了火灾 火势继续地蔓延开来 眼见就即将演烧到成荣 他家的房子 这时成荣从外面奔跑回家灭火 但火势非常的大 一时无法扑灭 情急之下 成荣抱着母亲 蹦哭了起来 没想到 才一会儿的时间 风向竟然改变了方向 火势也就没有蔓延过来了 成荣与母亲才得以平安无恙 然而有一年 城里发生一场大雪灾 淹没了整个城 城里的人民也都被大水冲走 而漂流在雪面上 随着大水一沉一湖 到处漂流着 成荣和他母亲也被冲走了 但是因为水流的关系 两人被水分开 各自漂流到不同的地方 但幸运的是 他们都有木头可以攀附着 因此成荣的母亲被人发现 而获救了 在当天的夜里 当地的太守就做了一个梦 梦见神明告诉他 太守 孝子复舟 沿沿河巡下 必能见之 隔天一早 太守坐着床 来到岸边等待着 我真看见孝子成荣 攀附着木套 被水冲上岸来 太守就将成荣叫起 送回家去 成荣的笑形感动了天地 所以每次遇到了灾难时 也都能逢凶化吉啊 沿河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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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救他人的极难 就像拯救网中的雀鸟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聪明又有爱心的小孩 名叫杨宝 杨宝在九岁那年 有一天 他在外面玩耍 忽然看见一只黄雀 被一只只削攻击 而坠落树下 正遭到一群蚂蚁的围攻 杨宝看见了 心中生起了怜悯的心 于是就把黄雀救回家 放在箱子里细心照顾着 杨宝每天都用黄花来喂黄雀 黄雀也因为杨宝细心的照顾 过了不久 也就康复了 杨宝知道黄雀已经康复了 便将黄雀放走 黄雀高兴地叫了几声 也就飞走了 当天晚上 杨宝就梦见了一位黄义女童 前来向她拜见 并且对着她说 我原本是王母娘娘身边的使者 外出遇难 因为你的慈悲救护才得以活命 所以特地前来感谢于你 在此我献上白玉环四眉 希望你的子孙将来都能够做大官 享大福 后来杨宝和他的子孙 杨炳 杨四 杨彪 世代 也都做到三宫的官位 而他们的德行 就犹如白玉环一样 清白无比 金姑 以怜悯心 关怀失去父母的儿女 故事后 赵化玲先生和刘景先生 是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们的交情十分深厚 这年在刘景病危的时候 就找来了好友赵化玲 便交代赵化玲先生说 呼化玲兄啊 等我去世就好 我年轻的妻子就让他改嫁无妨 但是我三岁的儿子十岁的女儿就要麻烦你照顾 赵化玲听了刘景的遗言之后 就立刻答应刘景 一定会尽力地去照顾她的儿女 请她务必放心 刘景过世之后 赵化玲就把刘景的妻子当成自己的凶嫂来照顾 还常常拿钱帮助他们 并且帮她的女儿找了好夫家嫁了 而且还把刘景的儿子当成是自己的孩子来抚养成人 有一天晚上 赵化玲先生梦见了一位帝君告诉他 赵化玲 你代替友人刘景照顾他的家人 实在是难能可贵 我将四子给你 之后必定得取公民 后来赵化玲的儿子 在十八岁那年的相识 也都顺利地考取公民 敬老 尊敬年高得少的老人 古代 在宝底这个地方 有位叫做黄焕的人 他都已经四十几岁了 却还没有孩子 黄焕平常对待老年人 也都非常的尊敬 如果遇到年老的老人 挑着蔬菜叫卖着 他一定会多付一些钱给老人家 让他们欢喜 不仅如此 黄焕若知道家里所雇佣的工人当中 如果有老年人的话 他不但不会嫌弃他们的年纪大 体力弱 动作慢 反而还会经常提醒他们 在工作中 不要太操劳 要多多休息 而且 对于亲朋好友家中的老年人 也是一样 都能做到事事礼让 处处恭敬 有一次 黄焕先生的仆人 外出办事 巧遇熟人 而对人说道 我家主人黄焕先生 可是一位十分爱惜老人 敬爱老人的人 依我看啊 天底下很难找到第二个人呢 后来 黄焕知道了之后 并没有因此高兴 反而更加严肃地告诫他的仆人说 我只不过是做到了恭敬老人而已 以后不可以夸大其词 日子渐渐地过去了 黄焕先生在他五十岁那年 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 而且因为他对老年人 非常的尊敬的缘故 所以他也活到很老 很长寿呢 联平 联系孤苦无依的穷人 联系孤苦无依的穷人 以前有位苏长公 家住在阳县的地方 苏长公为人和善 也经常帮助穷苦的人 有一次 他以五百名的价钱 买了一栋古老的房子 有一天 苏长公正出外散步 走着走着 走到一个地方 忽然听见了一位老妇人 悲伤地哭着 哭声相当地悲伤 于是苏长公就停了下来 并且前往询问老妇人 老人家 您是为了什么事情 而让您如此的悲伤呢 老妇人抬起头 看着苏长公回答说 因为我即将搬离我祖先 所留下来的房子 这房子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 但是因为家里贫穷 不得已只好将它变卖了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 而感到伤心啊 苏长公听完老妇人的话之后 心里想着 原来老妇人的家 正是苏长公先生 花了五百名所买下的房子啊 因为老妇人家里贫穷 不得不把祖先 所留下的房子卖掉 苏长公想了想 就急忙赶回家去 拿出自己所买房子的契约书 并且将契约书烧掉 要前去告诉老妇人 叫他放心 不用搬家了 老妇人听到之后 非常高兴 眼里谢了苏长公的恩情 印造经文 印证经书 绘制佛像 以红返立生 从前有位王凤 瑞安人 是位到处行医救人的医生 他平时就有持不杀戒 且常放生 王凤 常常利用空闲的时候 来雕刻 太上感应天 和文昌帝君 音志文 又把刻好的经文 送人结缘 有一天 王凤生病了 病情非常的严重 他在昏睡之中 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 被两名阴间的鬼差 捉走了 在途中 又看见三位天神 站在空中 其中一位 穿着黄色衣服的帝君 对着另一位天神说 这人是王凤 平日常雕刻经文送人 广为流通 而且自己也一经行驰 一点都没有懈怠 因此增幅无量 你们赶快把他送回去吧 鬼差听完帝君之话后 就将王凤送回给云还魂 王凤醒来之后 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亲友 而且自己也更加努力地 受持奉行 后来也修成仙道 或买物而放生 以此明星 买动物 放他生还 以及自由 镇江有一户范家 他的妻子生了重病 已经到了临死的边缘 范先生 束手无策 焦急万分 这时候 来了一位道人 道人看了范妻之后 就开了一帖 救命的药方 并且对着范先生说 嗯 这是一帖 非常灵验的秘方 这一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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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要使用一百只的麻雀 先要用药米来喂食麻雀 喂食三到七天之后 再取雀鸟的脑来服用 吃过之后 病情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善 但是 如果少了一只雀鸟 这个药方 可能就没有效果了 范先生听了之后 为了救回妻子的命 真的去买雀鸟 回来饲养 范先生的妻子 看见了这样的情况 感慨地说 唉 如果为了救我一个人的命 而却要残害 上百只无辜的生命 这将是我所不愿的 范先生在妻子劝说下 就把笼子打开 放走所有的雀鸟 后来范先生妻子的病 竟然痊愈了 就在当年 妻子也替范家生了一个孩子 夫妻俩都很高兴 当他们抱起小孩时 忽然发现 这孩子的两只手臂 都各有一颗 像雀鸟形状的黑痣啊 造河船 以寄人渡 造河船 以寄人渡 制造渡船 以便利人们过河 以便利人们过河 山西有个人 为人豪爽慷慨 因为喜欢留个大胡子 所以大家都叫他留胡子 留胡子 他是一位商人 从事贸易的工作 有一天 当他坐船渡河 要去做生意的时候 看见了这艘船的空间很小 但是 船上的人非常多 而且也非常的涌挤 于是 他就花了一百两黄金 造了一艘大船 供给大家使用 让需要搭船渡河的人 就可以不用再这么拥挤 也造福了乡民们交通上的便利 有一天 刘胡子做完生意 他身上携带了千斤的银两回家 当他走到了半路 刚好遇到了强盗 强盗看见刘胡子 便走向前 并且问他说 你是不是在前些日子 追了一艘大渡船的刘胡子呢 刘胡子听了强盗的话 非常的惊讶 就问他说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刘胡子 强盗回答说 今天早上 我经过树林里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道人 这位道人对我说 捐传的刘胡子功德很大 如果有人抢了他的钱财 将会有很大的罪 说完 人就不见了 现在我看到了你的大胡子 便猜想 你一定就是那位 捐传的刘胡子吧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今天就做个好人 不抢你的财物了 哈哈哈哈 强盗说完之后 自己就转身走了 而刘胡子先生 也平安的回家了 不登山而往禽鸟 不上山林造网胡鸟 以共识闻 李济是一位猎人 他对于捕捉飞禽 非常的厉害 于是他就在自家的后院 布置了一张网子 准备要来捕捉鸟类 当网子架好了之后 便躲在楼上 等候鸟儿自投罗网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未见鸟儿入网 李济又继续等待着 突然间 他看见一群乌鸦 雾臭罗网 心中一阵血涮 还来不及穿好鞋子 用盘奔下楼 在匆忙之中 一不小心 跌入了荆棘丛内 所为荆棘 送了全身重伤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生死挣扎 终于醒过 李济醒来之后 他告诉家人说 我重伤昏迷的时候 神士便前去殷曹地府 一到了地府 判官就责备我说 我不应该跟众生结冤仇 原本命中注定 会有很多的财富及寿命的 全都因为杀生而被剥夺了 判官念我 还能孝养父母的份上 再给我一次机会 从此以后 李济也不再骨沙飞禽 还行驶戒沙放生 并且也更加孝顺不明了 古诗说 劝君莫打三春鸟 自在朝中望母归 物因私仇使人兄弟不和 不可因为私人仇恨 而使人兄弟反目成仇 长安有一户有钱人家 他叫做陈大前 非常的富有 陈大前生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叫孟荣 小儿子叫仲达 两兄弟平时相处都非常的融洽 可谓是兄友敌公啊 后来有一位表亲杨云 他和陈家往来非常密切 刚开始相处的时候也很和睦 就在有一天 杨云和仲达 杨云和仲达 又和往常一样 相约到酒店饮酒做饭 不到一刻间 两人在酒店 因为一件小事而起了口角 闹得不欢而散 杨云因此就对仲达怀恨在心 一直想找机会报复 过了几年 刚好陈老爷过世了 而孟荣和仲达两兄弟也准备要分家产 这时候 杨云便趁机想要报复 于是就告诉大哥 孟荣说 孟荣啊 不是我喜欢搬弄是非啊 而是看你老实才偷偷的告诉你 你父亲在世的时候 就比较疼爱你的弟弟仲达 因为他曾经私下拿了许多金子 珠宝以及衣服给仲达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可以找仲达询问啊 孟荣听了杨云的话之后 果真去找仲达询问 于是兄弟间就因为杨云的挑拨 而产生了嫌隙 不但家产一直无法分配 甚至双方还争斗到互相告关 到最后孟荣和仲达两兄弟 也因此而家道衰落了下来 而杨云因为挑拨是非 使兄弟失和之故 后来杨云的双眼也失明了 沦落街头乞讨为生 就在有一天 杨云走在路上乞讨的时候 忽然间有一道闪电 在那里倒下 家家朝着门 杨云也就当场身亡了 莫荆小莉 而使人父子如同水火 梁州人孙炳 他在河南当县太爷的时候 家中的父亲却留在家乡 过着平淡的生活 有一天 家乡的有位友人 名叫田光 跑去向孙炳借钱 孙炳却只给他一些旅费而言 田光为此感到不高兴 于是就把这件事 告诉孙炳的父亲 他的父亲便说 我的儿子 不只是忘了朋友 连我这个老父亲也被他给遗忘了 在他当官这些年 他并没有多寄些银两回来 看来我可要写封信给他 好好的责骂他一番才可以啊 这时田光发现 孙炳的父亲十分不悦 马上又说 其实你儿子孙炳这些年来都一直安分手起的当官 手头上原本就没有什么积蓄 而且啊 只要谈到你老人家 他就忍不住流下泪了 所以啊 请你不要责怪他了 孙炳的父亲听完了田光一番话之后 心里也就马上释怀了 于是就写了一封家书 告诉儿子孙炳 勉励他 要他好好地当个好官 不要挂虑家中的事 孙炳知道后 也对田光不会因为小力而挑拨是非 十分赞赏 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嫁入田家了 剪爱道之金针 修剪妨碍道路的树枝及藤蔓 以便利行人 从前有位叫何庆的人 何庆一出生就又聋又哑 因为无法养活自己 因此站住在寺庙里 每当何庆看见路上到处布满荆棘时 他便主动地把荆棘铲除 以方便大家行走 而且在夏秋交替的季节 他一定会拿着锄套除去小路上的杂草 以免路人行走时 沾湿了自己的衣服和鞋子 在一天夜里 何庆梦见一位身穿红色衣服的仙人 前来告诉他说 而且你上辈子因为喜欢听别人的是非 说别人的缺点 因缘果报之故 使你这辈子一出生 就得得聋哑之病 但是你现在处处给别人方便 处处为别人着想 所以上天也决定给你方便 隔天 何庆醒来之后 他竟然听得到声音 也可以说话了 师父走 他的病竟然全都好了 除当途之瓦石 清除路上瓦石 以免遭伤害 兴安这个地方 有一位名叫盛世泽的人 盛世泽为人良善忠厚 他只要看见路上有瓦石 或是碎小的砖块 都一定会把这些瓦石清除干净 好让大家行走时不会受伤 而且还告诉乡民们说 如果有老人 幼童病人 盲人在黑暗的夜晚 行走在路上时 若不小心碰到这些瓦礼 或是碎石头石 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 小看这些小东西 后来盛世泽在他六十七岁的时候 因为生病而去世了 在他去世之后 盛世泽就来到一扇红色的门前 盛世泽往前走近 里面坐着一位判官 当判官看见了盛世泽 就向他说 他的阳寿已尽了 这时 旁边有位身穿紫袍的官 对着判官说 这个人连走路的时候 都会有要利益他人的心 并且除去道路上非常多的瓦石 应该要增加他二十四年的寿命 让他还还吧 盛世泽 盛世泽醒来之后 就常拿这件事来勉励世人 当他活到九十一岁那年 没有病痛的过世了 而他的子孙 也都非常的贤能善良 跟你们住在一起 我都快要疯掉了 有一位在学研究生 因为与父母亲争吵 身为儿女的 竟然当场以恶言辱骂父母亲 而引起相关单位的关切 小朋友 老师昨天看见一则 身为儿女的 身为儿女的 竟然以恶言辱骂自己父母的新闻 心里很难过 所以老师在今天课外阅读里 再次介绍二十四校的故事这一本书 希望同学们也能够多阅读二十四校的故事 以他们的精神做榜 来孝顺我们的父母亲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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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老师 虽然我也想做个又孝顺又乖的小孩 听父母的话 帮父母做家事 可是 有时候父母亲也有不对的地方啊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阿达 你问得很好啊 人非圣贤 就算是父母 也难免会有犯错的时候 但此时为人子女的 更应该用婉转柔和的方式 来让父母亲了解 并且改过 或是来找老师们帮忙 千万不可用争执吵架的方式来处理 否则啊 不但父母亲伤心 而且 自己也会很难过的 所以古人说 百善孝为先 在所有的好事 善事当中 孝顺 可是排第一的 要知道 不孝的行为 可是非常不对的呢 哦 谢谢老师 我知道了 嗯 很好 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同学们把二十四孝的书本拿出来 阿达 你起来念第一则 好 一 孝感动天 在很久以前 有一位孝子 名叫顺 顺的妈妈 很早就过世了 后母经常欺负顺 但是顺 还是依然孝顺着父母亲 有一天 我还来了 我还没来 做好 这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